今年中秋國慶黨的電影題材多樣 有劇情片、動作片、搞笑片等等 在北京路商圈這家電影院 從早上9點早場電影開始 就不斷有市民來看電影 不少都是帶老人家和小孩過來的 小朋友很喜歡就過來看到 王宣演的戲挺好的 但是我沒看過他演反派的 然後就看一下他演的反派 看看效果怎樣 上作率在閒時早晚的時間 大概在五成左右 黃金時間都是在八成左右 每日接待的人數大概是一千五至兩千人左右 計暑期黨國內電影票房突破兩百億元 今年國慶黨電影競爭勢頭不減 新上映影片有十二部 較去年同期新片數量顯著增加 電影市場的話題度和期待值紛紛拉滿 其中電影《堅如盆石》 前任四英年早婚 志願軍紅兵出擊 位列票房的前三位 佔國慶黨電影票房七成左右 《堅如盆石》主要講就是 反腐敗、除惡這方面的機材 而且相對來說現在比較流行的 大家都很關注的 我感覺今年的話應該比較活的 應該是那些紅色題材的吧 因為現在新的一代的話 其實對紅色革命這些還是挺關注的 八日長假為電影市場提供了更多消費時間 國產影片繼續領跑 將一步增強國產電影市場的信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